人的贫穷都是被设计好的 你们来算一下这个账 一个人大学毕业22岁60岁退休 工作时间38年 这38年中间只有14000天 14000天除了双休日 节假日 结婚生娃生病逛街 只有一万天工作 这一万天工作 如果每一天的收入是100块 一生的财富极限是100万 一天收入200块 一生的财富极限是200万 问题是大部分人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收入的 是给你核酸好的 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有钱人 如果人人都有5000万 谁去扫厕所 谁去倒垃圾 谁去上工地 所以这个社会想要维持它的浩浩荡荡的发展 它要维持80%的人手里边都没有钱 因为80%的普通人 他都是靠痛苦驱动的 什么叫痛苦驱动呢 你们去上班 是因为你爱上班吗 不是 不上班是因为没钱 所以钱只能驱动没有钱的人 有钱人最大的资产不是他的钱 而是这群没有钱的人 只有你没有钱了 你才愿意好好干 让你吃也吃不饱 饿也饿不死 活也活不好 还得接着干 永远让你在崩溃的边缘 疯狂的奔跑